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受到疫情影响之下 临接触的产业运作模式兴起 打造智慧工厂成为主流趋势 像是台湾这个团队 专门研发保险技术 用机器取代人工 连黄金十八折的包子 都能够快速生产 也节省了大量的劳力成本 团队集结上下游的厂商 推出客制化的服务 帮客户研发新口味糕点 硬体设备结合软实力 MIT的专利技术也输出海外 台北食品防备战 人气果热 一年六百亿的市场高手齐聚 我们是防手工的口感 谢谢大家台队 然后依序的去我们的包子 线很满 满满的线 继续做的 蛮好吃的啊 圆圆胖胖的面皮 塞满内馅 包子列队登场 Live实境秀 先引全场目光 它的皮很Q 然后它的内馅也是很扎实这样 很像是手工真的包起来 一折一折的 口感扎实的肉包不需要烘焙 师傅动手 平均1.2秒 一颗肉包快速成型 很像手工做的 18折很漂亮喔 所以我们在手工做的 有它的温度 有它感觉 但是那手工做的 现在已经跟机器不相上下了 机器在面皮头顶硬扭 黄金18折肉包亮相 模拟糕点师傅手感 卖相有模有样 它的馅是呈现一整条的方式 然后把面皮裹在外面 刚好跟我们手工制作的方法 是反过来的 台湾面包店 密度和便利商店不相上下 小店家尽管口味独特 要突破规模 还是得克服生产速度 因为我本身是做师康 师康都要手做 我都没有用机器 所以就蛮久的 所以量产其实还蛮困难的 对 如果可以用机器搭配的话 那就可以很棒 卖面点的策略 从过去拼手艺 进阶到设备的应用竞赛 不产小卖的台湾 也能成为烘焙技术 输出海外的重要产地 原料分批放置 一个按钮启动装置 采钢豆浸机台的食材 快速组装成莓果大福 就像灌香场一样 不同的管子里面 一次把它全部 一次灌出来之后 然后用切刀切成一颗一颗 多层次的填充 然后再加切刀的切的部分 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四层馅料一次装填到位 大福外皮经过测试Q弹特性 能完整包覆内线 麻吉中心是过去 对传统糕饼师傅来说 很难搞的流芯果酱 流芯的东西以前早期 他们在制作可能会先把流芯 经过冷冻的方式 让它变成硬直 再下去用手工包 那经过烘烤之后 它才会化为水状 那现在有机器的帮忙 它就可以直接灌 液态的东西进去 这个团队专门研发各种包线技术 把冷冰冰的机械厂 打造成美食秀展间 我们的这个水饺膜 转移圈有12颗 所以它的生产速度超级快 像印钞机一样 一个小时可以达到七八千个 像北京全聚的 他们也要求这个口感 手工皮的这个口感 所以都有采购我们这部 717的机器 保险技术输出海外 大陆名店引来下单 这次遇到疫情来袭 零接触的产业运作方式兴起 智慧工厂的概念顺势成为主流 疫情的时间 整个大陆 整个的市场 整个消费者的观念 他们都改变了 他们宁愿相信机械 自动化生产的产品 反而他会担心 你用这个手工去做产品 会不会有 有没有戴手套啊 有没有戴口罩啊 老板蔡晨彦 原本是二手设备商 一开始买日本机台 翻新销售 再进阶研发原创设备 他把原本三层包线的技术 突破到五层极限 他过去要做这个五层包 要做五千颗 他要五个师傅做两天 五层包研发出来以后 他只要两个师傅 而且五千颗两个半小时 就把它卡卡卡卡就完成了 一比二十耶 一台机器 它的产能可以抵过 二十个功能的这个能量 传统机械厂从制造业 延伸到服务业 强调客机化 红北师傅进驻厂区 开发自动化设备的半成品 省区客户研发成本 在整个原料包装厂商 提供一条龙式服务 实际上它的配方是手工的配方 那有手工转机器 一定会有所谓的振动器 那在这个部分啊 我们会帮客人去辅导说 我们怎么去调整它产品的 不管是直信也好 甚至产品的配方也好 硬体结合软实力 不单打独斗 集结台湾上下游厂商 联手到海外打团体站 蔡传燕把同样模式复制西境 到大陆苏州设厂 台商在中国大陆 有可能你的经验 还有你的技术面 你可以有发挥的余地 如果你不再结合 自动化的设备去发展的话 你还是会受限在 一个局部很小的空间 所有的大厂 他们都是走自动化 而且像现在工业4.0 5G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那这种自动化 是势必的一个趋势 传统机械厂融入新思维 持续创新 目标把MIT最爱线的技术 推向更智慧的新时代 竹山小镇上这间传统制面厂 90年来都做阳春面跟油面 供应给在地面摊 几代累积的交情 客户非常稳定 直到第四代接班才发现 小镇人口老化持续外移 市场缓慢萎缩当中 如果不做改变 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慢慢被淘汰 于是它以在地农产 红番薯 开发粉嫩缤纷日晒面 造型也变成人见人爱的 甜蜜爱心 新的尝试让年一收翻升五倍 突破千万台币 大陆港澳都想带领 五彩缤纷非常粉嫩 上面厂上满满都是咎咪爱心 就是爱心造型 一颗心 觉得蛮疗愈的 像我这样面这样去这样 揉压它都不会断 都不会有碎裂 这个就是非常健康的面 这样通常Q度跟口感 都非常好 神断软Q十足猛感 完全没有传统日晒面的 阳刚气息 90年历史的老面场 靠着青春洋溢少女系 红到海外去 其实像港澳跟大陆大边 其实就有蛮多经销商 想要恰常说 有没有就是带领过去 或经销过去 做他们那边的市场 大陆看中的 不只是花花绿绿新迈向 还因为这粉嫩美色 有着浓浓的地方色彩 地外面颜色是用 红色番薯去做的 南投主山一如其名 山地丘陵占全境八成 以竹笋茶山番薯为名 其中台农66红番薯 面色橘红直逼红萝卜 内心也是热情入祸 它颜色真的跟我们一般在 全家看到那种就是 黄色地瓜的比较不太一样 比较红 里面就是红石层 这两个 整条都好 在竹山 红番薯多半加工成 蜜地瓜底瓜酥 是小镇上的特色伴手里 蔡明佑返香之后 也从他身上看到自家面场 改头换面的新奇迹 他想说我们要做 产品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想说 可以加什么东西 最后我想说 竹山先盛产地瓜 那我们先把番薯 先加进去看看 蔡明佑是老面场第四代 爷爷爸爸做的洋区面油面 天天新鲜供应 竹山在地四十几间面餐 几单的交情 客户关系非常紧密 订单从来不曾大起大落 看似稳定的营运 却让蔡明佑看到潜在危机 是不会倒 可是因为发现 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 因为竹山的人口外移 速度非常快 那这个外移的状态 其实跟台湾的所有 象征都是一样的 我即便再努力 我可能也会因为市场的规模 导致我的营运上的状况会改变 如果我不去做一些突破 我可能只会让营运的状态 越来越辛苦 为了拓展市场走出小镇 蔡明佑趁着做洋区面的空档 研究橘红番薯日晒面 尽管不曾耽搁面摊的供货 依然成为家人争执的开端 你看我做面 我只要把面粉加水 加进去搅一搅就出软 可是你看我要从厨与食材 削地瓜 蒸地瓜 你当这件事情每天要做之后 每天要做很多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烦 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 老实动众去做这样的东西 从新鲜食材下手 确实添了不少麻烦 红番薯每一匹水分还能不一样 棉花的质感也不带任何精性 夹多了面条不成形 少得色泽不红润 初期进场的居 面条塞完之后 它就直接断裂 就你连包装机会都没有 它就变成碎面 非常的脆 它变成碎面 就它完全没有精度可言 就你就发现一批一批这样坏掉 就发现很难非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还没差 你还没差怎么又做失败了 调配比例不容易 一家人始终不看好 菜名又却非常坚实 一定得趁着羊群面 还有市场 同步另辟新战场 它有点像温水煮情况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可是你会发现 你的体质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余力去做改变 因为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些突破有机会 可是你发现 你已经快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去做任何事情 会绑手绑架 生怕四代传承的老面场 在自己手上衰败 菜名又几乎是一年一变 除了换花色换食材 刚接到婚礼小屋订单时 也玩起小心机 试着盘出甜蜜爱心 结果第一批试作 触目惊心 原本只是惊喜客制 但找到盘面的最佳流程之后 缤纷有爱的造型 果真是人见人爱 掳获了亲人的芳心 让面条不只是主食 小朋友的手指面比照饼干 一可爱的模型压成迷你面点 小小的改变 让全球性的卡通人物 主动邀约联名 就非常开心 代表你的品牌 都大家有看到 大家才愿意这样的合作 大家不会想象到 他会跟Halokiti或Snowby 去做这样的联名合作 或他可以呈现出 这么有趣的样貌 我觉得我一直在挑战大家 对于这个产品 这个东西的定位 大家的想象力 曾经爸妈当面担心 总觉得守城比较安心 但随着业绩翻收五倍 营收冲破千万块币 终于放心儿子的大胆创新 形状这么多变的方法之下 可以创造出很多价值 那我做出可以保护的造型 还是说元宝造型 它都会创造出不同的感受 那变成说我们可以把 台湾的文化跟经验 输出到大陆马边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文化的一个交流 即便未处经历的小镇 尽管已经有九十年历史 在欣欣世代的手上 灰白老面场不再黯淡 换上多姿多彩的样貌 重新打开市场的新局面 水煮鱼是重庆川菜的代表 麻辣的红油把鱼片烫得Q嫩 在台湾也是叫得出 字号的江湖菜 来自于四川的这一对小夫妻 就把水煮鱼从一道菜 单拉出来变成火锅汤底 不但可以吃到爽滑香辣的鱼片 还可以加料变成火锅 吃出不同层次的鲜香麻辣 不但让台湾老饕一吃上瘾 就连来自于四川的客人 都觉得加倍有滋味 一桌水煮鱼 二桌凉粉凉碗 华丹初上车水马龙中 一个人或三五好友 进到这家火锅店里 都能竞享麻辣鲜香 畅快欢喜 有麻还有辣还有嗆的感觉 但是吃完不像一般麻辣锅 就是你会嘴巴很干啊 会不舒服之类的 不会 够 它的辣很够 就是好好吃好辣 麻麻的 这则红辣油光满面的水煮鱼 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 从川菜天团里担飞出来 在这里变成独把一桌的麻辣锅 你好 帮你们上锅 先不用开火 可以先把鱼片吃完 感受一下鱼片原始的味道跟滑嫩 吃完之后再开火 就可以煮你们想要吃的火锅料了 口腹口感不止于此 就在四川人的眼里 也觉得饶腹心意 平常的话 如果在四川你只是鱼片 然后加一些豆芽菜而已 但是他们这样子改了之后 我们觉得更丰盛 那你不当可以吃到鱼 还可以吃到一些素的菜 然后我们还可以加更多 你想吃的东西 水煮鱼以锅的身份重磅上桌 打头针的鱼片要香滑薄嫩 又不能粉身醉骨 骗鱼的刀工绝对锋芒逼人 差不多厚度就是一个硬币大小 来自四川 除十二回就进厨房的小陈 手起刀落 薄可透光的鱼片就诞生 台湾的草鱼在它眼中 不仅肥大鲜美 口感更是加分 台湾的草鱼 它放一下 比如说进冰箱一下 它不会影响口感 做出来还是比较鲜美 可是大陆的鱼 好像是只要一进冰箱就不行 所以大陆必须要做活的鱼 马鱼上椒得使用太极鱼手 手掌贴着鱼片来回轻柔不能破 按摩过程中产生粘性 就是鱼片口感不溜溜的关键 用皮线的豆瓣酱 它是红油豆瓣 它是会增色也增香的 是比较适合水煮鱼 豆瓣酱让鱼汤红艳鲜香 接着豆芽配菜打底 鱼片鱼汤铺上 干辣椒和热油香芋 最后抽油呛出香味 水煮鱼盆发滚滚麻香 红辣诱人 因为四川的水煮鱼 它是完全是泡在油里面的 因为它有油才会香 那我们的话就是把那个 油变成高汤 用鱼骨头熬的高汤 然后把那个油变成是 最后一道程序 把它直接泼上去 把那个味道锁住 那油的控制跟辣椒的那个时间 就是看师傅的功力了 台川混血的老板娘燕婷 嫁给四川大厨 想卖川菜又爱吃锅 水煮鱼在调和中变成招牌 刚开始我们也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锅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 那我们就想说 要不要把那个油量减少 然后让它不那么油 然后汤的话又可以喝 因为台湾人喜欢喝汤 所以我们就变成 它的汤头是可以喝的 就变成一个火锅形式 来呈现给大家 在厨房里打下手的燕婷 专门负责店里的甜菜 川北凉粉 这是仅次于水煮鱼 她的最爱 在菜单上算是微小 却具有分量的角色 搅到就是让它冒泡泡这样 然后这样子滴下来 它是一条形的 不会断 它就差不多快好了 我自己非常非常爱吃这个 就是去她家的那边的时候 我非常爱吃这个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们如果要去台湾开店的话 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一个东西 也带来台湾 凉粉浆 早饭到明儿不透 只细而软 放凉就Q弹成 贡猪 晏婷很坚持 得用四川的豌豆粉才算正宗 台湾的话 它是用绿豆粉来制作凉粉的 我没有去市面上找 可是它做不出来 就是像四川的味道 绿豆粉的话 它吃起来没那么Q 然后它吃起来比较粉粉的 然后它一定要是切块 豌豆就不用 它吃起来的话 它虽然也是软软的 可是它的口感的话 就是比绿豆奶的要细腻一点 苗条剔透的凉粉 让花椒辣油葱花给川搭缤纷 鲜红精亮 入口劝冬郁清爽 其实它蛮开胃的 就是有点酸酸又辣辣的这样 又麻麻的 这都很重要啊 对 然后一吃的时候 然后你点这一碗 四个人去的时候 就觉得很快就分完 你就开始期待后面的餐 你可以赶快上 然后就会很饿这样 在四川是小吃的凉粉 被彦琴推举上位 变成菜单上的芹菜 精心安排 其实就是为了水煮鱼 能够隆重出场 接下来因为是水煮鱼的话 它会比较辣 那我们吃这个的话 就好像一个开关 先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 再接下来的水煮鱼 它就不会觉得那么刺激 好辣好呛什么的 然后它就接下来 就会比较顺柔 一口爽滑凉粉 打开味蕾 一块嫩辣鱼片刺激舌尖 四川小夫妻又好手意 和坚持 让小餐馆里满载 船香鱼韵 台湾不止科技业很厉害 船产制造在全球 也有数一数二地位 像是乌克利利这种四贤其他 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就是台商经营的 据点是设在大陆的江州 年产六十万吧 在美国的市占率 已经超过三成 为了稳定品质 近年也比较汽车产业 是以机器手臂 来负责喷漆等工序 随着产量提升 带动了周边的产业聚落 其力演奏出全球最强音 这里是闽南地区的小县城南景 山青水秀 一派悠然轻衣之中 藏着一个世界级的乐器工厂 如果有C的话 它旁边会有一个紧字号 和一个B 你就要注意了 你平常有看到那个符号吗 有啊 所以刚刚调的四个音 都不准了吧 徐俊元所在的工厂 主要生产其他跟乌克利利 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因为这里是世界上 最大的乌克利利生产基地 是不是有打品 是不是有杂音 是不是有任何细节上的问题 那我们组装好了以后 那我们就会正式的 包装以后出货 我们这个工厂呢 大概平均每个月至少生产 五万把以上的乌克利利 这家工厂从台湾起步 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 从一个小作坊起家 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背后是他们精益求精的工艺 现在这个是桃花心 它的产地是非洲 它适合用在製作在琴的饼上面 这个是峰木 它的产地是加拿大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小 是使用在琴饼上面 那如果相对它在这些 薄一点 宽一点 可以使用在面板跟背板上面 一把优质的乌克利利 对木头的材质很是讲究 拿到来自全球各地的 好木材之后 还不能立刻开工 因为时间是第一位雕刻师 乐器对木材的要求 比一般的家具还要要求的更高 因为它得强调它的稳定度 不能让它变形 会有任何的裂 我们对于产地 对于品种都非常的要求 那进来了以后 它又不能马上的使用 一般至少我们会摆三年以上以后 的自然银杆方式 然后才开始逐步的使用 唯一一个周期 银杆后的木料 还要经过彩切 拼装 打磨等等 近一百道的工序 传统工艺费石费钩 粉泉跟喷漆对原体 也有不小的压力 好在现在有机器人可以帮忙 我们传统产业的大部分 像这种抛光研磨 甚至到我们接下来的上期 都是使用人力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慢慢的 从传统的大量人力的产业 转型为半自动化的产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24小时的不停机 然后更准确的 去对我们所有的产品 去做去研磨 吉他跟乌克利利 是源自于欧美的乐器 当年代工的产线 从日韩到台湾 再向大陆迁移 现在大陆已经是全世界 最大的乐器生产基地 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 我们已经算在台湾 数一数二的大厂 那客户也一直要求我们 想办法继续供应 可是那个时代就开始 就是生活水平也提高 1980年代 台湾的生产成本上涨 正逢上大陆改革开放 陈永茂的父亲决定西进 在闽南的漳州设厂 家伙就认为说 在漳州是我们老祖先 迁移到大 到台湾的这个原乡 所以他就认为说 在这里语言也通 然后天气啊 吃啊 住啊 都是比较 跟台湾比较相像 目前陈永茂家族的两座工厂 总共有上千名员工 每年生产的乌克利利 近六十万把 在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 常年都能够保持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销量 随着陈永茂家族的进驻 协力厂商也在周边 逐渐形成聚落 漳州地区 已经有三十多家 乐器相关企业 要在这个僻静的山城 其力演奏出全球最强音 位于云林谷坑 一簇簇的 油桐花开满枝头 雪白花朵随风飘落 宛如降下五月雪 不妨到这里走走 赏花踏踏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